这个大哥在看那个牌子 那牌子写的什么 你是哪里的 上的的 那这山的起饭了 起饭了 我们可以免费吃饭 我们可以免费吃吗 没有带钱的话都可以的 你是需要干嘛吗 没有 我又想炒个米粉吃吧 经常这样帮助别人 是啊 你应该炒了 大哥你怎么了 甜包跟小偷偷了 你眼睛是明的 你看有流了东西 擦一下 这个眼睛是明的 这样子眼睛也不行 他们赚钱也辛苦 还给我们一口饭 谢谢老大 慢点吃有点烫 那晚上住哪里呢 晚上可以住那个烂尾楼 那样样 那大哥 这个钱你拿着 你等一下找个旅店住 好不好 那怎么好 感谢了 你拿着没事的 来老师傅 来给你送个巨角去 上下 忙着了啊 那真是老师 真是老师 你走 帮我去下手 老板 你又来了 刚才看你做好事 我们也献点爱心 给你买了点 用着找的东西 油啊 纸啊 然后这里还要去调料什么的 不用了 不用了 批发很便宜的 对老板 为什么你会画一个 这样的牌子 帮助别人 因为我之前去广东那边打工 有几天没吃饭 遇到个小餐厨 餐厨 也是这样的 帮助管理人 对现在我不是百块钱吗 然后我就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那如果经常有那么多人过来免费吃的话 你不亏本啊 没关系 每天就几个人对我来说不会造成什么经济压力 那你热肠米粉赚多少钱了 每次可以赚两三块钱 老板 有没有那些假装自己没有钱过来侵犯是吧 也有吧 反正几块钱的事嘛 穷不了我 也付不了钱 之前有一个智商不高的一个人在这里 那么会有一个小子吧 肚子饿 他又不会说 又不会表达 后的话我就给他炒了个饭 结果就吃完了 我看他走到那个位置 灯在那里 后面我没办法 打开电话 把我请他来把他接受 把后面把他的耳朵 带过来 我也像你们一样 爱心传递 你们是做的大的 把这个爱心传递下去 你们钱的更加问题 工艺不是有意义才去做 而是做的才有意义 对 老板 你想要住一个店铺 不用了 住店铺的话 压力比较大一点 那一年多了 后悔了就比较熟悉了 你愿意比较好 大家都愿意当事 谢谢 那这个女生意越来越好 好 我们去见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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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